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讲的是晋国 晋国的始祖是唐书渝 据这个史记记载 唐书渝是陈王的弟弟 小弟弟 那么这个说法 我们说可能有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周陈王 他继位的时候 他还是个小孩 很小 当然不知道多少岁 是吧 总是十岁或者十来岁吧 最多了 如果说这个唐书渝是他的弟弟的话 那就是说在这个陈王 这个旧王位的时候 那个唐书渝肯定要比他小了 是吧 那么可是在这个晋国这个同情名文里面就讲什么呢 讲这个唐书渝啊 说当时在周五王这个罚咒的时候 这个唐书渝啊 也为这个周五王就是说立功 建功立业 所以这样 我们说这个记载 我们说这个就不对了 既然是他能够在周五王的时期帮助这个武王建功立业 那他的年龄绝不是个小孩 对不对 因为按照这个实际的说法 那就是他的周五王灭咒的时候 他的哥哥还很小了 是吧 那他就不用说了 他怎么可能一个小孩去帮助这个 帮助他的这个 这个父亲来这个建功立业呢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可能不对 应该说这个唐书渝肯定的时候可能他年龄也比较大 所以他才能够帮助这个周五王 是吧 建功立业 是吧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推测 是吧 这个唐书渝肯定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 武王那个弟兄辈里面的其中之一 就是他跟这个 康书啊 什么跟周公啊什么 大概他们都是兄弟辈的人物 那当然他可能就变年轻了 是吧 这个唐书渝 他出 最早的时候封在这个唐 这个唐在今天这个晋南 山西这个晋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今天这个 山西这个南部这个晋南 我们知道在古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 从这个唐书开始 唐书后来的渝顺 还有最后的夏宇 就是这个唐书 他们三代都曾经在 就在今天这个晋南这一块很小的地方 建国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重要就是说 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古文化这个发扬地之一 因为这三个 三个有名的王朝都在这地方建国都 所以这个地方 应该说也是这个文化 古文化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他有这个深厚的这个文化这个传统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唐书渝这个儿子 他开始就 他不在这个唐了 他就跑这个晋 晋 就是那些晋国 晋国这个晋 就今天这个山西 这个也在晋南 在这个山西这个议程 那么 春秋初年的时候 他这个晋国的疆域 主要就是在今天这个晋南 晋南这个粉水流域 跟这个快水流域 大概就是这一代 好吧 那么这一代 我们知道 这个在这个地理环境来说 虽然这个地方不大 我们今天在山西这个晋南 不太大的地方 但这个地方 我们说 在古代来说 这个地理环境是个非常好的环境 一方面 因为它是这个 是吧 它是几条河都在这个地方流过 所以它这个是个农业比较好的 这个发达的地区 是吧 除此以外呢 我们知道 这个今天这个晋南不是还有一个盐湖吗 那么这个在古代就是特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盐是人需要的 是吧 所以这个 当时这个 中原这代是吧 主要就是靠这个 这个盐湖里头 这个盐水 把它这个晒干成盐 来供应到各地 所以它这个出盐的地方 这个地方 是吧 另外呢 这个它这个中条山 今天这个中条山这个地方 在古代的时候 它又是出铜矿的地方 所以这样 我们看 它既有农业的资源 又有这个盐业 还有矿业 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区环境 是吧 对于一个 建立一个侯国 我们说也是个比较 比较理想的地方 是吧 那么它那个地势呢 我们说也是很特别 或者说是很重要 是吧 我们从这个地图上就能看出来 是吧 今天这个晋南 是吧 它这个南面呢 正好是黄河 黄河流过 是吧 它的西面也是黄河 所以它两面 就是这个南面跟西面 是吧 黄河把它包起来了 那么它的这个南面呢 这黄河边上它有山呢 有这个中条山 现在的中条山 对不对 这个是吧 所以除了有河以外 它还有山 所以这个在古代的时候 这个军事上应该说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势 为什么呢 你这个敌人来打 它不容易 对不对 你要渡河 渡了河 渡了河 又要翻山越岭 这个不太容易 是吧 所以它这个 在这个 晋南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安全 它东面当然有这个 这个太行山 所以它是在这个 几面 是吧 当然西面还有这个铝梁山 它山面都有山 把它把它保护起来 等于那个围墙一样 是吧 又有黄河 所以这个晋国人 他这个 在春秋的时候 他自己很自豪地说 说我们这个晋国 是吧 叫做表里山河 就是说这个 是吧 这个 里里外外 有山有河 所以我们给 给 保护在这个中间 非常安全 就是说 你要我这个去打别人容易 别人要来打我就不容易 所以这个晋国这个 这个地是非常安全 所以这也决定了 是吧 我们说春秋时期 是吧 我们说 晋国在 春秋初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它后来 由于它这个 它这个地理条件 是吧 它的文化条件 各方面 是吧 使得它 是吧 后来是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强大 所以后来成为 这个春秋时期 是吧 这个春秋时期 是吧 当时两个霸主 北方又晋国 南方又是楚国 是吧 两大霸主 当时是最强的国家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晋楚 是吧 我们说这个 所以我们就说明 是吧 这个一个国家 一个像这个晋国这样的国家 是吧 这个 这个 之所以能够强盛起来 这个一个像晋国这样的国家 是吧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跟他这个地理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这种地理环境就有利于他这个国家的发展 第七个国家是宋 宋的这个使者是维子齐 齐是这个商周王的一个弟弟 他们的弟兄辈 可是我们在这个商墨的时候这个维子齐 他叛变了他这个商 他去投降了州 所以他在这个商亡了以后 在州初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比较吃得开 为什么他是这个商朝就是这个大人物投降到这个州里 所以这个州人也很依靠他 因为你要统治这个商人 还得要利用商人他本身的一些贵族 所以当时就把这个维子齐就封在这个宋 就在今天这个河南这个东部这个商丘 商丘这个地方 他这个江土就跨今天这个河南山东江苏 这个三个省的这个地方 宋国我们知道他也有特点 他这个国土并不大 但是他这个国家非常重视这个武力 所以这个宋国在春秋的时候我们看 他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一个国家 他的军力很强 他经常跟人家打仗 他武力很强 而且好战 这个宋国这个一个特点好战 经常跟人家打 所以在春秋时期也应该 这早期也算一个强国 所以过去就是这个排这个春秋五吧 把这个宋祥宫也排进去了 那么我们说 当然有些人反对说宋祥宫算什么霸主 但是我们应该就考虑到什么 在一定的时期 这个宋国在春秋时也算这个很强的一个国家 所以把他排进这个武霸 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第八个国家是楚国 他最早应该说他的老祖宗应该也是东方的民族 东方 但他那个最早的老祖宗据说是叫朱荣 朱荣 朱荣我们讲是古代 中国人古代认为的一个火神 那么他的历史就是说是很悠久的 在商朝的时候 楚国已经在这个长江流有所活动了 那么到了周代的时候 据说是把他迁到 把这个周人迁到这个 今天河南这个丹水跟溪水之间 丹西之间嘛 这两个河 两道河 丹水跟溪水 那么所以在西州时期 我们说这个楚人呢 他主要的居住地区 就在今天的什么 今天在湖北的中部这一带 主要是就是这个长江跟这个汉水 这个交接了一点这个地区 就江汉流域了 那么这个楚人我们说 他的这个武力一向是非常强 强国 楚这个南方强国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诗经 还有就是地下出土的这个铜器 铜器明文里面看到 是吧 西州早期 是吧 这个楚一直成为这个州人 是吧 一个劲敌 但是这个当时这个州人呢 当他出于种种原因嘛 经济上的政治上 他经常就是代表军队往南打 从这个今天这个洛阳这代吧 他的东都啊 说吧 往南就是经过今天这个金汉县嘛 是吧 就一直就打到这个湖北 所以我们在诗经里面 同学民文里面都看到什么 当时就是这个州人怎么样这个南针 往南面去针吧 还有就是进入这个江汉 江汉 这长江汉水就在这个地方活动 把军作活动 因为我们在这个当时这个州当然很强了 西州他的武力很强了 对吧 那么这个楚人也不弱 所以这个州人老去这个打这个南针这个楚 但是呢 很少就是把这个楚能够把他 真正的把他压服下去 压而不服 应该说是这样 甚至还出过一次州人还出过一次大事件 就是什么呢 就是州朝的这个州昭王 他去这个带着军队去打这个楚国 他在这个汉水里头 后来在汉水里头淹死在汉水里头 所以这个来说是州朝人的一个最 最不令人这个 这个高兴的事情 就是你看 堂堂一个天子去打一个楚国 结果自己还死在这汉水里面 所以这个州人 不愿意提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反映出来 当时这个楚国很强 这个州人应该说 对他奈何不了他 楚人这个建筑在这个尹 尹这个地方 就今天湖北这个江陵 江陵建 春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楚国 因为他武力很强了 所以他灭掉了小国很多 原来例如说在今天那个江西的 湖北的 安徽有很多许许多的小国 后来都给这个楚人把它吃掉了 因为他在长江中游 所以他这个顺江而下很容易 往东发展 把今天河南 甚至包括这个安徽这带 这小国都灭掉 所以这个楚国的疆域非常大 所以楚国也可以说是这样子 在春秋的时候 它疆域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第九就是吴越 这个吴越就一个叫吴国 一个越国 我们把它合在一起说 这个吴国的这个老祖宗 是泰伯重庸 他是哥俩 他是这个 他们两个是 周朝的贵族 因为这个是这样 我们说这个周朝 后来是周文王 周武王 对不对 他这个父子俩 后来把这个商灭掉了 当这个文王还没等到 这个商灭了 他已经死掉了 那么这个文王的这个父亲 是纪律 那么他的这个祖父呢 是这个太王 就是这个公坛父 那么公坛父有几个儿子 大儿子就是泰伯 老二就是纵庸 那个纪律 是个比较小的儿子 据说这个泰王 大概比较偏心点 这个小儿子 觉得这个小儿子不错 他就喜欢这个小儿子 所以呢 这个泰伯重庸 这个老大跟老儿一看 这个家里就没戏了将来 对不对 他们两个虽然比他大 他爸爸这个选中的是 他的弟弟 纪律 他们两个确实在这个周朝 就没有什么前途了 所以他们两个就跑走了 跑到哪里呢 跑到今天江苏的苏州 那是很远的路了 从这个陕西一直要 差不多到海边上了 所以这个泰伯重庸 就是他应该是这个 他是纪律的哥哥 那么后来这个周文王是纪律的儿子 所以这样的关系呢 我们应该说什么 泰伯重庸是周文王的两个伯伯 对不对 比他爸爸还大了 两个伯伯 两个伯父 所以在跑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就建立了这个五国 那么这个是史记上这么记载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说 现在有些历史学家 我们很长期时期以来 有不少历史学家不相信这段历史事实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说啊 这个陕西这个关中 离开今天这个苏州 十万八千里 路远的很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有交通工具 那没问题 古代没有这样的先进交通工具 你要靠那个马车啊 什么靠人步行的 从那个陕西走到江苏那不得了 所以他们就认为 说这个没有这个事情 说这个也就是说 这种应该说是比较武关 武断比较主观的 说在当时他不可能走那么远 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春秋时期 是吧 在这个今天这个晋南有一个小国 也是周朝这个贵族分工的 他是渔国 所以有人说什么呢 说这个泰伯仲勇 没有跑到那个今天江苏 就是跑到这个山西晋南 就建立了一个渔国 他这个说法 他说起来也有道理了 是吧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 这种说法 站不住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五十年代 在今天这个正江附近这带 经常出这个 发现这个西州的墓 而且墓里还出铜器 其中有一件铜器 这个名文很长 叫以后则回 那么这个里面就记载了什么呢 记载了当时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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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人怎么样到这个 到今天长江留意这带来活动 所以这个我们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地下材料的一个 印证据 就说明什么呢 当时州人确确实是到了这个地方 不仅到了这个地方 而且在这个地方还建立了预点 还在活动 而且还住过铜器 而且这个地方这个铜器 我们都发现了还比较薄 不是一件两件 就说明州人一定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说说 这个有一历史学家认为 州到不了这个江苏 今天江苏 这个根本是站不住 因为我们地下材料 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 那么五国的疆域 它主要我们现在像这一项家 我们都弄不太清楚 因为史料记载比较少 我们知道它是在这个 今天的苏州这一代 太湖边上 苏州无锡这一代 那当后来这个五国 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末的时候 五国的这个武力也很强 尽管它那个国家不大 它武力很强 所以它也灭了 它周围的有些小国家 所以它的这个国土曾经 一个时期把这个安徽 今天安徽一部分 也收在它这个版图之内 ت分析有一帆 没听到先いう天安徙 那吧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